新年新興起上 南包館政府也為這位設議開始 正是公佈上新的好地政策 這是去年討論很久的新郵中禮金 也確定為官黨開始 開放民眾來電機申請 這個好消息 就是要鼓勵官民 多多來生的小孩 也是提早來考慮到 南包館這不太老人家的問題 所以我們一定要鼓勵 我們的新婚的青年朋友 要多生意 生那麼多 不然出生率真的假 拜託說少年人照顧很多老大人 這樣不行 所以我們現在鼓勵大家來生那麼多 南包館政府也有聯繫營養午餐 現在加上今年開始就加費車開始 六年開始就是要有生意補助 看到國際的小孩 健康出事大閒 是每一個北部最大的願望 但因為現在經濟和經濟不比以前 但是現在年輕人是越生越少 為了可以促進生有率 南包館政府就算是在政總控不好 但要是這次推動生意有中累金的進程 請民眾要在小孩出事 六十天以來 全公在地的貨政事務所來申請 第一天我們將金五千 第二天一萬 那麼這次就生一生 這次就生一生一生 這個父母親要在南包館 設計一年以上 來向我們的貨政訴訟申請 定期 六十天來 你要來申請 這個歡迎各位 這個龍年的時 大家也可以來生散 其實現在開始 我們鼓勵 年輕人不管是大一年 我們大家多多生意 廣府民進出統計 南包館出生的小孩 一年比一年少 不但人大三生了很多的影響 要讓管來老人家的現象 越來越嚴重 雖然中累生有的經驗沒算多 但廣府也是希望 能夠就一個政策 來鼓勵官民 願意多多來生有 台灣的後一代 記者金文宣 蔡宏報道